这天,两位所长回到派出所,四双明晃晃的美腿映入眼帘,几位美女已经坐在大厅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 警局领导给镇上的派出所布置了一项新任务,四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官被派到这里实习,大家伙得多关照关照。 美女们笑得一个比一个天,这个小镇派出所总共就有六个人,平时没见过啥事面,四个大美女突然从天而降,行为难免有些失控。 四个手下站在外面隔着玻璃留哈喇子,所长也钻空子,坐到美女们中间,手自然而然的就往人腿上放。 副所长哪都允许所长这样放肆,他端了一杯咖啡,假装一个不小心正好撒在所长裤裆上,烫得所长一牙乱叫。 身边两位美女也是温柔体贴,蹲下身,主动拿出手绢给所长擦裤子,副所长也趁乱伸出闲助手,搭在了旁边美女的腿上。 这时,两位中年妇女走了进来,见到此番情景,还以为走错了地方,这哪像派出所呀,简直就是春满楼。 所长们一见进来的这两位,马上跳起来假装一脸无辜。 这二位正是所长夫人和副所长夫人,两位所长当然也免不了被一顿修理。 第二天,女警们开始正式上岗了,只是作为新人,业务还不熟练。 四个手下,一人领走一个进行培训。 依莎贝尔学习拦汽车查驾照,教官掩饰一遍,态度恶劣不说,还被车上的大狗给吓推,狠错。 依莎贝尔亲自上手,司机一看警官是个大美女,人美生甜,就想赖着不走了。 要不给开张罚单吧,咱多聊会儿。 教官也是满脑子坏主意,假装眼睛里进了虫子,让依莎贝尔给他吹一吹,趁机就把手搭在人家腰上吃豆腐。 罗果跟着他的教官,在街上学习开罚单,结果遇上一帮机车党闹事。 俩人上去询问,机车党头头刚亮出一把匕首,俩警察就忙得开溜。 一帮小流氓竟然把警察追得满街跑,还是罗果驾驶摩托车拐进小路才甩掉了追击。 副所长开车四处巡视,结果发现黑妹妹马库巴这一组没干正事,工作时间居然在海滩上玩得正欢。 过一会儿,两人穿好制服,一脸正经地过来报道,嘴上还不承认,什么海滩,我们一直在忙啊,谁去海滩玩了? 正说着,教官的帽子开始咕咕往外露海水。 玛丽亚则在路口学习交通指挥,教官说手势不标准,说是来示范,实则借机上手。 嚼着嚼着,两个人就在路中间跳起了舞,过路的司机全被他俩乱七八糟的手势整迷糊了,翻的翻,撞的撞,等副所长开着巡视车赶到,现场都一片狼藉了,两人还在中间越跳越欢。 晚上,美女们回到他们居住的修女院,玛丽亚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字条,今晚十一点,亮着灯等我,史观前途。 明显是哪个不要脸的警察想搞潜规则,副所长个老不死的,大半夜还偷偷跑来修女院,想视察一下女警们的生活。 时一点,其他房间都熄灯了,就剩一名修女还在开着灯看书,突然,她的房门被人推响,一个带着警帽的影子准备闯进来。 修女惊声尖叫,影子赶紧溜走,大家都跑出来准备抓流氓,结果发现副所长正在走廊里鬼头鬼闹。 副所长好生冤枉,虽然是想涂抹不轨,可明明啥也没干呢,真正的影子另有其人。 第二天上班前,玛丽亚拿着纸条在副所长脸上晃悠,原来昨晚就是你个老东西啊,动作稍微有点亲密,被副所长夫人看见,差点又给副所长一顿毒打。 副所长想自证清白,一位手下给了主意,这纸条上的字,像是地下室那台旧打字机打的。 副所长赶紧下到地下室,在打字机旁发现了一枚脱落的警服钮扣,而所长的制服上,恰好就有一枚钮扣失踪了。 所长立即认怂,老兄,这件事你就帮我扛个吧,我家那口子的脾气你也知道,以后有啥要求我都满足。 晚上下班后,依莎贝尔说要散散心,一个人开车去了空无一人的海滩,他也收到了一张字条,让他晚上十点在此等候,有钥匙商量。 结果依莎贝尔中了圈套,一个神秘男子冲出来,将他一棒翘晕,拖上了小船。 第二天,玛利亚也在工作岗位上神秘失踪,只在附近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只他的高跟鞋。 派出所也收到了一封恐吓信,上面贴着两名失踪女警的照片,所长这才知道他们被绑架了。 这时,领导突然驾到,专门来视察女警们的实际情况,刚刚有两人失踪就来视察,来的可真是时候。 所里倒是见着两个,还有两个去哪儿了?所长随口打哈哈,在外面执勤呢,但领导执意要见人,眼看着就要露馅儿,两位老搭档也是配合默契。 所长借口路途很远,开车带领导出去兜圈子,副所长扒了所里两位美女的制服,出门随便找了两人,穿上制服去顶岗。 这时,所长夫人到了警局,推开所长的办公室,发现里面居然坐着两个只穿着内衣的美女,马上去找所长算账。 所长只能把人赶到副所长的办公室,谁知副所长夫人也来了,推开房门又被刺激一通,叫骂声整栋楼都能听见。 还好,领导那边算是糊弄过去了。领导临走前也告诫两个所长,四个女警不许单独行动,尤其是马库巴,她可是一个非洲国家总统的女儿。 可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失踪的两人找回来。 巡逻时,罗国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白衣男子,他曾经在伊沙贝尔的失踪现场出现过。 可是在跟踪途中,罗国和马库巴也不幸先后落入敌手。 这家四个姑娘全部被网架,所长只能哭哭唧唧地把事情老实交代给了领导,当然也免不了一顿臭骂。 三个白的丢了不说,把黑的也给弄丢了,怎么给总统大人交代,你知道他们国家每年给我们提供多少石油吗? 马上出去把人给找回来,不准用汽车,让你们体验一下没有石油的滋味。 几个警察只能骑着自行车出去找人,白衣男子也发现了他们的行动,他给头目汇报。 头目却说,他们需要的东西还差一份,应该还有一个人没找到。 警察们搜寻行动也受到干扰,所长差点被肥刀扎死,副所长也差点被花盆砸中脑袋。 等他们回到警局,发现所长夫人也被绑架了,所长开始嚎啕大哭,哭着哭着就有了招。 既然对方专门绑架女性,那咱们干脆再派个女性出去当诱饵。 现在留在警局的唯一一名女性,只有副所长的夫人的,可副所长说声面不肯拿自己的老婆出去冒险。 到了晚上行动的时候,副所长背上包化上妆,自己打扮成自己的夫人,出去勾引绑匪。 走到海滩边时,副所长被两个男子捋走,上窗后撩开假发才发现,原来这次绑了个秃美人。 副所长和女警们会合,他们还好好的,绑匪只是拿走了他们的手表袋。 正疑惑时,一个大汉进来,把副所长架走,带到了绑匪头子的面前。 头目给他解释了自己的邪恶计划。 派出所之前新搞来了一台高级计算机,系统里有非常重要的情报,密码共有16位。 四位女警的手表上各有四位,所以才会绑架他们。 想放人后说,现在密码收集齐了,只需要让他们进派出所查询资料,另外不准有其他人在场,然后就可以放他们走了。 副所长天真的同意了这个条件,他悄悄咪咪的回到派出所换好衣服,假装自己没被绑架过。 然后想办法支开了所有警察。 等邦匪进来查完资料后,他们的头目也立马变卦。 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机密,邪恶计划已经完成。 但不幸的是,你们这些人知道的太多了,所以只能把你们干掉。 这时,船上的女警们也在副所长带来的包里发现了警用发暴器,他们立刻向派出所发送了救援信号。 邦匪的人也很快进来就要处决他们。 女警们说,自己最后的愿望是温柔地死在男人的怀里。 这等要求,绑匪们当然要答应了。 结果带回房间后,女警们一个个瞬间开挂,三两下就把绑匪们收拾干净。 等派出所的男人端着墙赶到时,女警们早就把绑匪全部靠好,在一边喝香槟庆功了。 本片是80年代的法国喜剧片,虽然剧情有些老套,但美丽的姑娘足够补偿一千了。 飙着的身材,甜美的笑容,看美女就完事了,还有啥自行吃。